我們看在這題 麻煩你比較一下這五個當中哪個最大 來怎麼比較 你觀察一下這幾個 來這段比較 來你觀察一下 什麼叫100 100可以寫成12幾次 兩次這樣行不行 所以寫到這邊是次數對次數內外相乘 所以10到20次 所以說A和B先比較 一比較下去老師可以知道誰比較大 10了100次比較大這樣行不行 好再把這兩個比較 這兩種比較 你觀察一下 什麼叫10了100次 老師可以把它寫成12平凡 再幾次50次這樣行不行 所以可以寫成100的50次 所以說這兩個比較你看一下 他100乘100乘100乘幾個 50個 這50是54 所以說一看到C比較大 B就比較大了 對不對 好 那豬什麼叫50皆 50皆代表50 乘49 乘48 乘47 一直乘 乘到幾 1為止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所以說什麼叫皆 什麼叫10皆 就從10乘9 乘8 乘7 一直乘到1 好不好 5皆 5皆就是5 乘4 乘3 乘2 乘1 所以50皆代表從50 一直往下乘到幾 乘到1 有幾個 50個 那你看一下 150次翻 也是50個 但是每一個都是幾 100 100 乘幾個 乘50個 所以一看知道C比較大 還是B比較大 EA 這什麼意思 100皆除以50皆 換句話說 你去想像一下就好了 換句話說 100往下寫100個 底價再除以50皆 所以說這時候可不可以約分 可以 對吧 100皆代表100 99 98 97 一直乘到1嘛 50皆代表50 49 一直乘到1嘛 1 1 2 2 3 3 4 4 5 5 約掉 約掉50 50 行不行 所以剩下100 99 98 97 一直乘到51 對不對 好 告訴我 100乘到51 一樣幾個相乘 50個相乘 但是我這邊 50個相乘 但是每個都是100 100 100 一定比他大 對不對 可不可以 可以齁 所以說告訴我 誰最大 B最大 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齁 麻煩把這邊看一下